蛇面鼓起是怎麽回事 大家好 我是王医生 最近经常有人在评论区里 说自己的舌头在一点都不平 这凸一下那凸一下 总担心身体是不是出了什麽毛病 我们原来也讲过这个蛇面的 凹凸不平的 冷行的 主这个干预 其实呀 这个蛇面凹起 凹起部位不同 有的时候病症也不同 我们在评论区里挑了那麽几张舌头 来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凸起的舌头到底是怎麽回事 首先呢 我们中医认为凸起的位十 舌面哪个部位凸起相对应的脏腹呢 这一块呢 我们认为它是以十为主 因为好属虚 凸起的就是十 好 我们先看这第一张舌头 这个舌尖呢 翘起来 它倒不是有意的这样翘 它有的时候伸出来的时候 不由自主的就这样翘 我们中医这个舌头还有弄舌之说嘛 对不对 你像这个颜色呢 又发红 就这个舌尖 对不对 这是新活过往 这种小孩子的比较多 当然这个是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成年人 一般这种舌头的人呢 他都睡不好 新活绕神 因为他新活过往 还以为呢 他容易出现这个心慌心急 发热 口渴 口腔溃疡等等 这是这一类的 就尖从舌尖这一块 伸出来就挑出一个尖 另外呢 像这种呢 就应该是补心肝神 滋补阴血 还有这个清心火 你比如参考这个天王不信丹之类的 是这种舌头 再看第二个舌头呢 他这个呢 不是舌尖 而是中胶往外隆起 你看 这个 明显的隆起来 好像这个舌头呢 厚厚的多了一块肉一样 另外从这样看呢 他这个结形我们说过成个W 这种呢 常常是脾胃欲读 我们认为是干起饭胃的原因 既有干预 也有脾胃欲读 像这种呢 他的脾胃功能出现异常了 就会导致运化不利 他常常有这个胃胀 爱气 也容易口渴 小便短吃 当然 你看他这个舌面光滑 这是又一种情况 就是说这个舌头突起来 他常常总觉得自己呢 这块堵的话 吃一点东西都堵 而有食也有虚 我们这个叫皮 皮呢 就有虚皮和实皮 你像他这种情况常常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可以以行器导致 参考这个养胃疏 来这个疏离中交的契机 来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来 我们再看第三章 第三章这个很明显 就是两边鼓鼓的 我们说过这个两边呢 是肝胆所主 你看这个舌头两边鼓的就特别厉害 还翘翘的 而且呢还发红 这就是典型的肝气欲制 育儿化活的这个情况 另外呢 舌尖的不耳红 这是心肝火旺 所以这种人呢 常常就会胸闷 这个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孩子 他就这么一点 他就觉得这个胸口这个地方不舒服 而且呢 还容易发火 肝火比较旺 所以这种人心肝火旺 常常胸闷啊 脸发红啊 口苦啊 咽干啊 烦躁一怒啊 也有心烦失眠的这种情况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凸起来呢 是时症 常常呢 就这么记住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咱们下期呢 接着讲这个问题 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观众王一生一起做综艺传承人